安利创办人理查第一位是先生 医生拥有无数个身份 企业家 NBA魔术队老板 美国直销协会主席 公益慈善家等 但理查先生却说 我最喜欢的身份是 啦啦队长 理查高中时热衷于篮球运动 他自封学校啦啦队长 领着大家在球场边大喊加油 带动观众 只要理查的啦啦队出现 赛场就会瞬间嗨爆 这段啦啦队长的经历 也开启了鼓舞他人的人生 嘿 顺座起来 无论如何 我会以你们为荣 NBA魔术队比赛现场 作为球队老板的理查 总是坐在观众席 给魔术队队员庞大的信心和安全感 他是魔术队当之无愧的 啦啦队长 而在安利创业的六十年里 他更是走遍世界各地激励了无数伙伴 让他们发挥潜能 做更好的自己 成为有能力给予并实践梦想的人 他是安利伙伴们 心中最强的啦啦队长 啦啦队长是理查身份的完美诠释 更是安利事业氛围中 彼此扶持和激励的全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